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日本排屋对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及伤害 其实在家居空间中有个每天都会接触且最容易伤到我们眼睛 却总是被忽略的伤害 就是光污染对眼睛的伤害 那什么类型的灯光不伤眼呢 这期视频就围要光源跟照明方式这两个方向系统的说到说到 首先光源要健康护眼 何为护眼 1.在GP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规定 显示指数RA要大于80 我的建议是RA大于90 R9大于50 2.防渗等级UGR要大于16 3.照度标准 家居空间一般活动区需要大于100L克斯 工作台面照度需要大于300L克斯 4.灯具的色容差SDCM小于5 在购买灯具时 这些基本要求一定要跟商家提前确定沟通好 尽量购买满足要求的灯具 其次就是一定要多使用间接照明 那具体怎么做呢 家居空间的间接照明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实现 1.闭灯和吊灯 选择闭灯或者吊灯将光线照射到墙壁或天花板上 从而产生游和的反射光 营造出舒适的氛围 2.隐藏式照明 在家居的背后或者天花边缘安装LED灯带或灯槽 可以在不直接照射眼睛的情况下 提供油盒的慢反射灯光 创造出一种光线从内部散发出来的效果 还可以增强房间的深度感 比如反光灯槽 正灯槽 电视柜灯带 窗帘灯带 地台灯带 背景墙灯带等等 3.台灯和地灯 选择有遮罩或散光设计的台灯和地灯 可以使光线更加均匀地散发出来 避免直视光源刺伤眼睛 5.投影光 利用投影灯或者射灯投出有趣的图案或影子 为空间增添一些独特的视觉效果 6.间接照明的组合 结合多种间接照明方法 可以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光影效果 使家居空间更加温馨舒适 在规划家居空间的间接照明时 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功能和需要 选择适合的照明方式 可以帮助营造出理想舒适健康的居住光环境 所以不伤眼的灯光 它一定是健康护眼光源加间接照明的组合 才是健康照明的根本 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装一个护眼熄点灯就可以的